看完這部片整個都 不一樣拍拍去 不過大概也沒辦法做 大概就是要做倫敵 那時候就 很想消失 蔡淑珍寫一書 整個人拍拍去 佛孟柏關渡橋騎車 陷被消投 生命還長得很 不要浪費 心初心 他在這部電影的時候是 在生命之前 還是在生命之後 生命當中 因為我那個病程時間很長 到現在大概六年 所以我如果都不要這工作 真的就沒有關係 蔡淑珍因為重衰 在骨盆處買下救生 為了拍戲密集訓練 罹患肌筋膜疼痛症候群 整整在螢光幕消失一年 拍劍是英雄二 我因為要拍動作片 然後我就大量的重訓 那我其實身體已經歪掉 我不應該重訓 但我不知道 這跑下去真的 殺傷力很大 醫生說 我那時候是 腿的身體已經縮短到 不能 這樣子了 結果我的肌肉很短 過於我的骨頭 然後當短到這個程度的身 你身體只能靠 扭轉來再繼續縮短 所以我腿的身體變這樣 然後再縮短 不然我這部片整個都 不要打開去 然後我那時候前來也有個開刀 我就睡醫院 人生最慘的一段日子 所以我大概也沒辦法做 我大概就是要做人 那時候就 很想消息 我有就是站在高處 但我還是沒有做這件事 然後會想比較多 比如說 要不要寫遺書 就寫了兩次 傅莫柏拍戲時 也遇過生死交官 他在古裝戲 成化十四年駕馬車 結果駕到陀將野馬 那個馬就是失控這種 突然一個轉彎 他就拐出去 然後我 我就看到 拐彎處有一根 很明顯 馬過得去 但是我的輪子過不去的 一個鑽腳這樣子 然後整個馬車就 情況犯 我就摔出去 然後馬車彈著 彈著 OK 那一個有駕駛嗎 有 就是趴車 然後沒有拍到我的臉 事後駕駛駛 補償或是做什麼 補償償沒有 補償償 補償 我就是老婆 對不起 給你臉要貝之類的 以為西外的傅孟柏 人生安全無語嗎 NO... 大學的時候前面會一直 前面關渡散 他前面一塊 前面一塊招牌的碎片 很大 然後一台殺死車開過去 壓到那個碎片 那碎片扭曲這樣 飛過來 讓你覺得你重點 然後我就這樣 然後我就這樣 這樣 然後就真的瘋了 你就過去了 我很常 很常這樣 像剛剛 剛剛在講那個 橫片那個戲 也是有一匹馬 我的馬去咬前面的馬屁 然後前面的馬就是一個馬後梯 然後也是這樣 那個馬蹄這樣 在我面前 然後我就這樣 什麼 我在危機的時候 騙得很像 對 你們 我選了 你 那 行